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在重庆有一对90后的台湾林姓夫妻 他们在重庆万州经营着六家羽毛球场馆 在当地小有名气 来重庆六年多 他们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 还深深融入了大陆的生活 今天的台胞新足迹 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林夫妻的羽毛球馆 听听他们的温暖故事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 我觉得林教练很耐心 而且他很专业 还真正引导我们的角度和速度力量 林湾成曾是台湾地区羽毛球队的一员 最后在台中担任教练 我真正开始进队训练的时候 是9岁到我24岁的时候 退役整个台湾的男子双打 第三名 世界青年的那种选拔赛 那时候选得的是第四名 我们是同一个公司的员工 然后只是说他是负责培训跟教练这一块 然后我就是比较偏前台销售 然后招生 他就带着我打球嘛 然后就一开始我们就十几个人打球 然后打着打着就剩五六个剩三四个 后来就剩我跟他 小林夫妻的万州故事始于2018年 他们从一位打球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改变他们生活轨迹的消息 重庆万州缺少专业的羽毛球教练 这对来自台湾的小夫妻带着对羽毛球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踏上了前往重庆万州的旅程 两个人拖着四个行李箱 就是完全都谁都认不到 就买了机票就过来了 夫妻俩凭借着年轻人敢闯敢拼的精神 硬是在重庆落脚 与台湾情况不同 大陆有着大量声援 体育培训市场前景广阔 小林夫妻想把他们所掌握的羽毛球技能和方法传授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热爱这项运动 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球馆 一直以来都是小林夫妻的心愿 我们学生家长真的很感谢他们 到处帮我们找 然后找到之后 然后再把它整修成像我们心中的那个球馆这样 就虽然这个球馆有点小 但是我们算很满足 从玄址到洛城 他们用了三年时间 小林夫妻现在除了一家自己的球馆 同时还经营着另外五家羽毛球馆 当地的学生家长对他们夫妻二人的信任 是他们留下来最大的动力 回想起刚来的时候 正好感受过年 夫妻俩人生地不熟 头一次离开家这么远 让他们倍感孤独 但热情的大陆同胞一个小小的举动 让他们瞬间有了家的感觉 有了归属感 从除夕的前一天就给我们打电话 而且是不同人 就是叫我们去他们家吃饭 就今天是这个家长打 明天是这个家长打 一直到初三初四 还有人给我们打电话 让我们再去吃饭 就是他们可能也怕我们两个人 就是在这边会想家 就是真的想 反正逢年过节 像中秋节 就是那种需要团圆的日子 就是我们两个绝对是 不会是我们两个自己吃 就是各个家长都会给我们打电话 喊我们去吃饭 就真的很暖心 谭吉生活了六年多的大陆 夫妻俩表示很喜欢 并打算长期定居在这里 小夫妻俩的生活很简单 除了每日的训练 他们最大的乐趣 就是有机会在外地打比赛的时候 能游览一下各个城市的风貌 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去到不同的层次 就让我就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感觉 去到一个地方 去看到当地的一个他们的文化啊 一些他们的一些特色 包括饮食这些的 就觉得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感觉 展望未来 林湾城和林玉依满怀信心 他们计划在万州继续深耕羽毛球视野 给养更多优秀的小球员 同时逐步扩大场馆规模 让更多人享受到羽毛球的乐趣 他们相信通过不懈努力 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台湾媒体报道称 近期台湾当局执政团队不合 民进党民代 不买赖清德的账等一系列消息 正引发外界 对绿营内部出现裂痕的猜测 有分析认为 赖清德用人风格不利党内稳定 接下来的几根火苗 就会引爆绿营的冲突 赖清德正遭遇哪些不满 后院即火 他会如何应对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 来展开解析 北京中国社科院 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 陈桂清先生 厦门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 唐化女士 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 游子祥先生 欢迎三位 我们看到有绿营大佬 在担心赖清德的用人风格 不利于民进党的内部团结 那么赖清德 即将面临的困难有哪些 接下来我们通过台湾媒体的报道 来了解一下 日前 英系出身的台当局 卫福部门负责人邱太元爆料 赖清德 曾致电骂环境部门负责人彭启明 引发诸多争议 也将民进党内赖系 与非赖系的矛盾摆上台面 此外 还有消息称 有绿营大佬级人物 担心赖清德用人风格 不利党内稳定 分析认为 赖清德上任后 很多人敢怒不敢言 接下来 或许几根火苗 就会引爆民进党内的冲突和矛盾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赖清德 不仅面对着民进党内部的纷争 甚至在整个绿营内部 也对他抱有很大的不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现在绿营出现的这些杂音 赖清德的政治性格比较偏执 独断专行 那么这必然会引起 本来就派系伶俐的民进党 更加剧烈的党内纷争 那么赖清德上任之后 整合了新潮流 政国会 永延会 民主活水与绿色友谊连线 五大派系 那么形成了青赖联盟 而英系 苏系 陈廷飞等 也进行了联合 形成了反赖联盟 那么这个就是当下 民进党党内纷争的一个基础结构 那么具体来说 小片当中提到的邱太元 他是英系出身 那么他的爆料 其实是要暗示赖清德 越过行政机构 直接来指挥部门负责人 那么这个就是英系和赖系在斗 那么还有 赖清德在架空民进党的中常会 这件事情上 也引起了党内的不满 民进党的中常会 是由各派系的代表中常委 所组成 那么每周三召开 之前遭到了正国会除名的 陈廷飞 靠着游戏等力量 选上了中常委 而代表英系的中常委 玩世间 那么也被认为是民进党内部 反赖联盟的一个急先锋 那么在中常会上 多次的公开与赖清德叫板 那么为此 赖清德通过各种冷处理的措施 比如不安排专案报告的方式 还有压缩会议的时间 来架空中常会 那么此外 赖清德在8月26号 执政满百日时 专门安排与党内的各个派系 举行一个便当会 那么未来还会固定 两个月来聚会一次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新潮流 郑国会 英系 永延会 等各个派系的大佬 再加上赖清德的秘书长 潘门安和办公室的 这个办公室主任陈毅玲都来了 那么这些派系大佬 比起中常会的中常委们 其实更具有派系的代表性 赖清德知道中常会里面 可能会出现对他不满的声音 所以他努力地抓住 这些派系的大佬 希望透过派系大佬的聚会 来取代中常会 那么同时施压中常委 让自己的领导更加巩固 当然赖清德在绿营内部 也面临着不小的杂音 民进党的中常委民意代表 完事间就对这个 柯文哲被提讯来表示说 民进党不要特别地追党 不要给别人有见烈欣喜的感觉 那么据台北报道 日前赖清德在台北 某豪华大放电来设晚宴 招待51名民进党的 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那么对外号称是为新会期 来加油打气 不过却传出有12名的绿委 来缺席了这个仓会 那么他们用缴投票 来表达对赖清德的不满 未来火苗一旦点燃 势必会引爆民进党内的冲突和矛盾 那么游教授面临着 目前出现的这些纷争 赖清德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在赖清德领导底下 不管是台湾行政机构出现环境跟卫生部门主管的网内互打 或者是任命明显不够资格的自己人当交通部门主管 或是提名高度争议的自己人当大法官 又或者是党里出现很多的杂音 这些其实都怪不了别人 主要问题就出在赖清德自己 他从上台开始就给人独断独行 自以为是的印象 而且他的自以为是 经常是到了偏执自恋的程度 凡事都不选择沟通和对话的路线 就是顽固到底对抗到底 你看在党里面赖清德摆出来的呢 就是一副他继承了那个台独路线的姿态 而且直接用中国来称呼大陆 说呢不能让台湾被并吞 还说要跟民主阵营一起阻挡 他所谓独裁者的轻举妄动 这些话摆明了是想偷渡台独啊 而且想拉外部势力来替台独撑腰 他还提到当年树立了 清廉情政爱乡土的创党精神 他讲这个一点也不脸红 民进党执政期间 发生了这么多的贪腐弊案 私得丑闻 而且争权夺利是不落人后 还什么清廉情政爱乡土呢 这早就已经是韩国瑜口中的 贪污腐败爱金钱 或是柯文哲说过的 民进党就是贪污懒惰新潮流 而且赖清德之前说 他的执政团队会用人为财 不分党派 最后只剩下自己人的小圈圈 只要是赖清德的人 鸡犬都可以升天 党内的各派系 当然是很难服气的 那对党外赖清德走的就是 继续打压在野党的路线 明明是双少数 却不愿意跟在野党沟通 在野党通过了立法机构的改革法案 要强化对行政机构的监督 结果赖清德就让都是绿营提名的大法官 把法案给挡下来 预算案被在野党找到了很多 该编的没编 不该编的却乱编的一些问题 结果被退回了 你看民进党也是选择跟在野党硬干 那又有人说 这个要送给大法官来决定 看起来用大法官打压在野党 是已经打压上瘾了 屡事不爽了 总之不管是面对大陆 或是在台湾内部 赖清德就是他一贯的顽固对抗 逢中必反 打压蓝白 但是遇到美国或是日本 他就是紧抱大腿逢美逢日必软 他或许还是自我感觉良好 但其实对内就是让台湾纷扰内耗不断 对外就是让台海的风险不断升高 那么赖清德的这些应对政策 目前有没有发挥作用呢 您如何来看待它的效果 那么有的分析认为说 目前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赖清德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冲突 您又如何来看 没错 我们从近期民进党内派系之间的矛盾 一桩接一桩地爆发出来 可以清楚地看到 赖清德他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说把那些派系的头头脑脑 喊过来一起开了一个会 而且也专门宴请了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 但是这些措施我们看起来效果并不大 在派系的头头脑脑 把它开过会来的时候 估计可能还有一点效果 但是会议结束之后立马有一些派系的人士就不买单了 所以说由此可见 赖清德想要去弥平党内的一个派系的争议 但是实际上效果非常的有限 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英系出身的 这样的台湾卫抚部门负责人邱太元 他所爆出来的一系列有关民进党党内的一些争议 我想这个事件当中预示着下一阶段 民进党党内的一个派系恐怕会更加的愈演愈烈 还有一则消息就是我们看到 跟郑文燦关系非常不错的劳动部门的这个副手 他也近期有主动辞职的这样一个动向 所以说这也被外界看到 可能是民进党党内的一个派系争斗 进一步演化的一种趋势 所以说从目前的一种情况来看 民进党内的一些派系争斗并没有完全停止 根据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恐怕这种派系的争斗为了只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接下来真正的 攸关于派系之间利益分配的 最关键的一个战役恐怕要即将到来 也就是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 为了这个争夺提名 我们看到过去民进党内的派系争斗 可以说是到了刀刀剑骨的一个地步 所以说这一次面对2026年的 党内的选举提名 尽管赖金德现在已经承诺 可能不会没收初选会搞初选 但是未来到底谁来选这些县市长 谁来选这些县市议员 恐怕又得要经过一番激烈的党内施杀 所以说从目前趋势来看 随着他执政逐渐的一个深入 随着2026年选举的日益临近 民进党党内派系的矛盾 应该会越来越激烈 除了面对绿营内部的这些纷争之外 我们看到赖金德最近还有一个麻烦 那就是有人告他涉嫌土利罪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台媒报道称赖金德日前被告发 在担任台南市长期间提升特定土地容积率 有犯土利罪之嫌 分析认为赖金德在台南经营多年 黑金案层出不穷 现在又有土地开发争议 再加上此前民进党人士布局斗道刀刀剑骨 台南帮屡屡重见 台南将成为赖金德接下来执政的一大隐忧 我们知道台南一直都是赖金德的大本营 所以说台南政治从目前来看是并不清明的 今年以来就爆发过很多黑金会选等等 不光彩的事件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事件会如何延烧呢 我们说从卢渣案 关店案 巴巴枪击案 议长会选案 恐吓案到林氏捷被枪杀案 与台南有关的争议和弊案确实是害人听闻 比如台南市政府议长邱莉莉 林治长等人 他的会选案曾在岛内的舆论掀起滔天的怒火 结果邱莉等10人被台南法院判决无罪 而10名被告之一的台南市区余会理事长林士捷 数月后还在家门口被人枪杀 当地的警方两次大规模出动 而枪手依然逍遥法外 那么此外还有大事化小的台南 雪甲的卢渣案 还有不了了之的88颗子弹事件等等 这些公然挑战法律公正与社会公平的案例 最终竟然都穿过水无痕 那么台南是民进党执政时期最长的这个县市 那么自合并之前的台南县市算起 民进党在此地执政了将近30年 而赖清德曾经任两任的这个台南市长 是民进党党内当仁不让的难霸天 那么台南不仅派系的角力重重 而且黑金与治安更是乱象频出 赖清德肯定是难辞其咎的 他在任职台南市市长的时候 利用内部施行细则 同意让台南市中西区大面积开发案的容积率 从180%攀升至400% 涉途力最险 那么同时 几位发迹于台南的赖清德的人马 丑闻扎堆 这也是赖清德长期任人为亲 缺乏专业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我们说长期执政使得民进党 与当地的黑白势力共生旁根错节 官员与不孝的这个三人勾结 无所忌惮 那么台南班的丑闻 已经是违背公序良俗 践踏法律的底线 而台南班的背后 是因为有赖清德做靠山 所以什么都不怕 难怪岛内有舆论直言 台南的心臭 就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写照与缩影 我们的确看到很多这样的分析 说赖清德在台南执政期间 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 那么这些都像是不定时的炸弹 会出现在赖清德日后的执政过程里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分析 刘教授 台湾多数媒体集中在北部 赖清德在台南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是没有接受过真正的检验 就算媒体的关注并不多 很多人其实还是记得 他在台南曾经两百多天不进议会 后来是等到赖清德到台北 来做行政机构负责人 而且寻求参选更高职位的时候 台南很多的实际状况 才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 结果大家看到什么呢 前面谈话已经提到一些了 让台湾民众印象很深的就是 台南议会爆发议长会选 台南发生88枪枪击的案子 而且这两个案子后来被发现 背后都扯到台南的光电利益 民进党以环保为名推动光电 里面就牵涉很多抢地 抢预算的利益 在台南是抢得特别凶啊 那枪击案是因为有人不满 利益分配不均 议长会选案是为了抢夺权力 可以再放宽光电法规 那这些事爆发以后大家才发现 台南存在严重的黑金问题 黑金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 而且这里面很多利益都是从上到下的 赖清德很难撇清关系 今年7月台南又发生余会理事长 被埋伏在家门口的枪手 伏击身亡 事情呢又跟光电利益有关 那这个被枪杀的李市长 就是个活跃在台南黑白两道之间的代表性人物 那之前台南传出黑金事件的时候 赖清德曾经到台南发表证件 忽然讲了一句粗俗的话 他说市长也好 民意代表也好 屁股有几根毛 台南市民都知道 哪有什么条件搞黑金啊 他的意思应该是 公职人员会被看得很紧啊 不能也不会有黑金 但是这样一句话 你就能澄清台南的黑金 病入膏肓的问题吗 赖清德言由在耳 他的爱将 一个叫陈宗燕 被发现接受厂商性招待 一个叫李孟燕 被爆出官场婚外情 而且这些丑闻 都发生在他们任职台南市政府的时候 也就是在赖清德的领导底下 大家就想问赖清德 你不是说什么几根毛都知道吗 所以你的爱将这些弊案 你知情吗 还是你纵容呢 台南不管是黑金横行 光电弊案 到官员的操守 究竟还有多少问题 因为民进党把持台南政局太久了 恐怕要等哪一天 在野党拿下了台南市长 才有机会查清楚了 所以赖清德当然不希望 台南市长输给在野党 否则这些不定时炸弹哪天就爆了 从目前赖清德要面对的一切来看 可谓是后院起火 父辈受敌 那接下来他还将面临哪些考验 没错 赖清德上台这一百多天 可以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蜜月期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他不仅仅民进党内出现后院起火 而且出现父辈受敌的一些情况 连他的大本营在台南市也接连爆出一些真意性的事件 所以接下来我想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 应该会面临更多的一个挑战 眼前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就是民进党内可能会有所反弹的一些挑战 比如说在司法机构的政府负责人的提名当中 目前就已经爆出了民进党内 其实有很多人不满意这个名单 尤其是里面的司法机构的副手姚立明 因为他过去政治变色龙的一个特点 一会儿是新党 一会儿是亲民党 一会儿到了民进党 又一会儿到了民进党 所以说这样一种政治变色龙 他的一个政治的色彩 不单纯已经引起了民进党内很多人士的一些不满 大家认为赖清德提名这样一个人士来担任台湾司法机构的一个副手 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未来在这样一个人士人命案当中 赖清德到底会如何弥贫党内一种争议 我们有待观察 当然更为棘手的恐怕就是2026年 现实上选举以及其他的公职人员选举的党内提名 这一关对于赖清德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在里面赖清德因为他掌握了很多私心 他有很多私心 比如说在台南市 之所以现在目前民进党那个派系矛盾会这么激烈 就是原本等着这个位置 已经等了很多年的所谓的政国会的陈亭飞 但是现在赖清德却有意安插他自己的人马 赖清德的子弟兵林郡县去参选 所以这么一来就激化了民进党的一个派系矛盾 除了在台南 在高雄 在桃园 在新北等地都是面临同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赖清德有自己主义的一个人选 但是党内其他派系又有布局已久的人选 所以说这个党内的一个争斗到底会如何的一个摆平 我个人的估计将来恐怕有一番血雨腥风般的这个党内的一个厮杀 那么即将出现的这些血雨腥风 赖清德有能力摆平吗 刘教授 赖清德他有能力解决党内人士跟派系的权力斗争 或是跟在野党之间的激烈冲突 又或是不断升高的两岸紧张吗 我想赖清德如果不改变 他的独断独行自以为是 他总是不愿意沟通 不愿意妥协 不愿意和解 恐怕是难如登天 在人事上面 他就给人家一种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的态度 现在他说会办初选 但是民进党的派系很难相信他 很多派系看起来是宁愿靠自己去争取支持 免得你期待赖清德会做什么 最后他又是给了自己人 那跟在野党的关系 赖清德上任前上任后 他其实都知道自己是双少数 他完全不尝试跟在野党的领袖沟通 现在因为柯文哲被羁押 而且侦查的过程有很多瑕疵 虽然他达成了打压政敌的效果 但这等于在政治上跟在野党的冲突更激烈了 本来为了斗在野党 赖清德要发动罢免国民党的基隆市市长 这根本没有正当性 因为他们说这是因为市长跟企业有争议 但是谢国良 基隆市长跟基隆市政府 跟企业的官司到目前为止是全部都审诉的 所以没有正当性 而且民众党的支持者看到柯文哲被打压 恐怕也不愿意放任赖清德 再继续打压政敌 所以基隆的罢免 赖清德恐怕很难为所欲为 政治上赖清德不改变台独路线 搞去中国化 这些都很难得到多数台湾民众的支持 这样独断独行东斗西斗 搞到党内乱 党外形象也差 难怪会流失250万的支持者 这还影响到了民进党后续的选情 已经有民调说 就算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跟高雄 蓝营的人选都可能有机会 你继续斗下去吧 最后就是一事无成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是导致台海兵凶战为党内社会撕裂 对立民众利益受损的祸根乱源 如果不及时改弦更张 将会付出惨痛代价 好的 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